好的 首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清晨教育的一个VIP免费试听课 然后我是本节课的一个主讲老师 我叫自由 然后本节课的话给大家还是一样的 讲一个关于爬虫的一个案例 Python爬取另一家房源数据 然后保存到我们的一个CSV文件 对吧 这个话环境还是我们的一个Python3.8或者说3.6都是OK的 然后的话编辑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排架 对不对 然后模块的话是我们的request模块 Post模块 还有我们这个CSV模块 然后说需要环境安装包 安装教程拍卡插件 然后一些学习资料的话 都是可以将我们视频上方的一个Python学习交流群里面 去找管理员领取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话 这里的话就跟大家多废话了 那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上课流程思路 对吧 流程思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对吧 老规矩 老规矩 第一步啊 这个的话为什么每次给大家强调这个 因为的话 这个也是我们爬虫的一个基本思路 基本思路 如果说你做爬虫 无论说你去爬哪个网站 爬什么数据 都是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的 去一个流程去写代码的 首先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对不对 确定一下 第一个确定一下我们的一个需求 是不是我们要爬的爬去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 然后的话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爬什么 爬炼家的一个房源吗 那我们直接打开流程器 我们输入炼家 然后的话选择我们这里 然后一个二手房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爬它的一个上海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数据 那这里面的话有我们的想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这里面的一个比如说 对吧 你看这么多 它的一个标签 它的关注人数发布日期 然后它的一个基本详情 然后地址 甚至标题啊 然后它的一个价格 然后它的一个单价 这些都是我们想要的 哎 我们这个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对吧 这已经确定了 是不是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要 分析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这个怎么分析 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 进行抓包分析 对吧 其实我们这个网站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链加的话非常简单 我们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 选择来车我可刷新项网页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常网页 对啊 我们选择哪个呢 选择它这个二手房吧 我就点这一个 看到没有 我们点 preview的话 它预览的这个效果 跟我们所看到的网页 呈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说明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个经常网页 它的一些数据内容 都来自于我们的一个网页员的嘛 所以呢 那就非常好办了 直接 来写过程 对吧 直接来我们的一个第二步代码实现过程呢 是不是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发送请求嘛 发送请求 对于防御信息网织 发送请求 对吧 第二个 获取数据 对吧 获取它的一个什么 网页的嘛 网页的嘛数据 然后第三个呢 对吧 解析数据 提取想要的内容嘛 对啊 第四步 保存数据 是不是 当然第五个的话就是一个多一爬去 是不是 啊 简简单单的五个步骤 感感单单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直接写我们的一个代码 首先 input导入我们的一个request模块 对吧 第三方模块啊 数据请求模块 需要大家什么 pip in store request 全安装的 啊 这个in store写错了 千万不要把单词打错 对 那的话我们确定一下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加上我们的一个heads heads请求头 是不是 把我们heads请求头在我们这个userage里面进行一个复制 直接在这个地方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给它传进去 然后呢 发送请求request点上我们的一个get请求URL等于我们URL heads等于我们的一个heads是不是 然后的话还会给我们返回一个response 响应体数据 然后的话我们获取它的一个呃网易元代码 直接printer 打印它的response点一个text 然后直接运行看一下 对运行之后的话 是不是得到我们想的一个内容了 对不对 这些内容数据都在这个里面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解析了 对不对 解析之前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要加heads heads是什么 这heads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头啊 这个是请求头 这个的话是我们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对不对 然后请求头的它的作用是什么 作用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把派人代码 伪装成浏览器啊 啊 进行一个伪装 啊 伪装成浏览器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user agent是干嘛用的 对不对 这user agent的话就是我们浏览器的基本信息 可以直接在开发者工具 里面进行复制 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请求方式 是不是request点get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什么 啊 get的一个请求方式啊 请求方式同样也是可以在开发者工具里面 查询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请求方式是什么 它这个地方就写是一个get 如果说它是一个post的话 那我们就用post的一个请求方式 对不对 然后还把我们的什么 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给我们headers给它 查进去嘛 然后最后的话获取它的一个数据 这个response对吧 就是获取想应题的文本数据 是不是 然后的话接下来就是进行一个数据解析 数据解析对吧 解析方式的话 一正能表达是css选择器 或者是选择器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xpass都是可以的 然后今天的话是给大家用的是一个post的一个数据解析模块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模块给它导入一下 import我们的一个post模块 对吧 这个是数 post 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数据解析模块 它给我们的一个红线了 红线了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这个模块是没有安装啊 那我们给它安装一下 我们点这个terminal terminal的话直接PIP in store 对吧 我们那个post 啊 之前是 是 pore什么块 它有啊 有 为什么它发生了一个红的呢 我看一下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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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数据没加在玩吗 pore什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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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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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它有啊 对吧 它有为什么这里是爆了一个 哦 好了 应该是没加载玩啊 应该可能它的一个拍摄这里的话 再加载有些数据没加载玩 对不对 那有的话我们就直接来post点我们的一个selector 对不对 像我们刚刚那样子去检测的话 有些同学可能说也是这种情况 对不对 啊你就要去看一下你的一个环境 你的拍摄里面的环境 然后你没有安装 对吧 就一步去排查 对吧 然后我们用一个selector 给它接受一下 然后这个selector的话 就可以调用我们css的一个方法 然后的话css方法的话 我们直接根据它的一个标签 属性给它提取内容 首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来自于哪里 它的所有的一个内容的话 都来自我们这个li标签啊 都来自于我们这个li标签 对不对 li标签的话 首先那我取它上面这一个class 对吧 用一个点代替 点代替 然后再取它下面的一个li标签 一共是30个 对吧 31个 31个的话 它中间应该会有一个问题啊 中间有没有广告啊 看一眼 啊 中间这个是广告吗 这个也在我们这个li里面 对吧 在li里面的话没有关系啊 到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判断就好了 对吧 我们首先第一次提取 第一次提取 提取所有的一个li标签 对吧 内容 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列表啊 列表里面的 是我们的一个select的一个对象 啊 元素的话是我们的一个select的对象 这里用了ls给它接收一下 不能扯 挡印象这个ls 啊 给它看一下 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面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select的对象 所以说我们干嘛 对于列表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便利 for我们li 因我们的一个ls 对吧 那便利出来之后的话 它给我们返回的话 是应该是一个一个的一个select的一个对象 看到没有 那这个对象的话 所以说我们这个li的话 同样也是可以调用我们的一个css的一个语法的 对吧 或者长pass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取里面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想要它的一个标题 怎么取 对吧 在这个a标签嘛 这里一个title 对吧 我直接点上一个title title的话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它的一个a标签 它的一个a标签 a标签里面的文本属性 就是我们想的一个内容 来我们可以 对吧 attr一个text 获取它的一个文本属性 我们get all 对 然后这里的话就用一个title 给它接受一下 是不是 那我们把这个title给它打印看一下 它应该会有一个是没有的 对不对 它这里是没有的 没有的话我们就不管它嘛 没有的话我们其实如果说 你也可以进行一个判断 对吧 你不管它也可以 最好是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说有这个title的话 我们采取下面的一些数据内容 采取下面的一些数据内容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就会给它过滤掉了 就可以给它过滤掉了 看到没有 就给它过滤掉了 所以说 其实是用get就行了 不是用get all get就可以了 不用get all 对不对 好吧 get all的话是获取多个 多个 对吧 所有的 然后get的话是获取一个 然后get all的话是返回的是列表 get的话是返回的字符串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字符串就行了 其他的话我们还是同样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 那我这里有了 还有我们的一个地址 地址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一个A标签 对吧 在我们哪一个 在这个 position position inform position inform 我取不到吗 取它这个吧 那我先取它 哦 我在这个地方取了 那就不对了 对吧 取它这里面的 取这里面的话 取它的一个什么的A标签 A标签的话应该是有60个 对不对 有60个的话 这里的话就是取取多个 因为它有两个的话 这里的话我就取一个all嘛 对不对 给它 然后 点我们css tags 然后的话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这个getall getall的话 然后的话它给我们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地区 是吧 地区的话如果说大家不会写英文的话 可以打用一个中文 然后的话给它进行一个翻译比听换 对吧 这是地区 地区的话这里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例表 是个例表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一个例表list吧 我就用一个list 给它接收一下 对 给它用我们一个join方法 用这个竖线给它 给它合并到一起 嗯 join 对 把我们的llist 给它合并到一起 然后用一个l 给它接收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是它用一个小竖线 对吧 把我们两个元素给它合并到一起 是不是 因为这样的话就跟我们前面这里有点像了 对不对 跟它完美切合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取什么呢 取它这些数据内容 在我们这个host inform里面 host inform host inform 对吧 里面的一个文本属性 那直接快速复制一下 对不对 host inform 直接复制吧 以防万一自己打错 对吧 以防万一自己打错的话 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就是给它进行复制 然后我们的一个get 对不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host inform的一个数据 那么把这个inform给它 我都给它打印一下吧 这里我也给它打印对吧 要对吧 host inform 你给它打印看一下 它发生了一个报错 为什么呢 多了一个点 多了一个点 对吧 所以说我们写代码的时候要需要注意一下 需要注意一下 对不对 然后这里的话是有很多的 所以说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干嘛呢 进行一个分割 split 对不对 我们可以split给它分割 以什么分割呢 以我们这个数线对它进行一个分割 分割之后的话 它给我们反过的是一个列表 所以说它列表的话 我这里的话就是干嘛呢 给它printer 打印一个好吧 因为多的话打印的看不清楚 对不对 多的话可能会打印不清楚 这样的话就对于我们数据进行一个处理 是不是 那怎么处理呢 首先啊 嗯 我们的一个面积对吧 面积就是大小嘛 面积就等于我们这个host inform 然后取它的一个索引取零 对不对 这个面积 面积我用哪个 用这个吧 用这个吧 好吧 我给大家备注一下 这个的话是面积 几室几厅 几室几厅 对 然后这里的话送我们的一个房子地区 地区啊 地区 对这个的话送那个标题 给它 标题 然后的话 嗯 这个是几室几厅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面积 还有一个面积 这里还有一个面积 面积等于我们 那这里的话就是改成它的一个户型吧 这个的话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户型 对不对 户型 我给大家替换一下 户型 用这个吧 然后这个的话才是我们的一个面积 对不对 不会打的话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种翻译并替换的 然后这里的话是1 这个的话是户型 对 然后这个的话才是我们的一个面积 对 那接下来的话它的一个朝向 对吧 方向嘛 方向是我们那个耗时我们的一个info 取它的一个 对 朝向 是不是 那我们计算往下去 取3的话 哎 这个是装修 是不是 那取4 对 这是我们那个装修 那取4的是什么 哎 楼层 对吧 楼层高度 就防止的一个楼层高度 它有多高 是不是 它这一栋楼有多高 然后接下来就是 呃 建立时间 是不是 啊 这个tom的话 我只得用个tom吧 啊 建造时间啊 建造的一个时间 对吧 建造的一个时间 然后下面的话是 它的一个房子的一个类型 类型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户型 对不对 啊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它翻一下 方向 方向的话 我们这哎 用pass吧 好吧 都 随意啊 楼层 对吧 时间啊 时间我们这一个tom 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防止类型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获取了所有这个是3 这个是5 啊 那这个就是6 对不对 0123456好的 没有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再取其他的一个内容 再取他取他的一个什么 发布的一个时间 好关注的人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也是有一个following form 就是跟踪信息嘛 following form 啊 following form 那么就 li点我们css tags 对啊 这里有一个点点上我们取材的一个文本书信 tags 对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这里的话我也同样用这个给它接收一下 following form 好吧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关注人数发布日期 啊 当然你也可以给它改一下 对吧 当然我们这里的话也可以给它改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是关注的一个是发布的 对吧 那我们的话就可以按照一个呃点上我们的一个split 对吧 我们用什么分割 这个吧 它是这个吧 啊 这个分割的话 那首先我们的一个关注人数对吧 follow我们的一个follow man 好吧 follow man 是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follow inform 取他的一个0 取0啊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关注人数 对那我快速复制下 一的话就是一个发布日期 发布时间 对吧 那我们就用一个update 啊更新好吧 更新更新日期对吧 你不会打的话就啊 这样子update 对不对 是不是那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他们还要去什么呢 取他的一个呃标签 标签的话都在这个spam标签这个一个tag 对吧 tag下面的一个spam标签 是spam标签 去到下面的 spam spam标签刚打错了 对spam标签有些的话可能是它是有多个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也是一个get all 等ls点我们css 空号 取代一个 attr tags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all 对这个的话就取所有的这里的话取所有的话 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 用这个吧 是不是 然后呢 这里的话是反过的是一个列表 因为get all 是反过的列表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干嘛呢 标签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标签 对那我们就用我们那个join方法用什么 对那我就用一个这个吧 用一个这个给它 合并到一起 对同样我也用这个变量给它结束一下 好吧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标签的一个 那种 对不对 有些同学我给大家都打印一下吧 一一打印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这防止信息 防止信息我们就给它替换掉朝向 啊 它图形 它的一个面积 对不对 它的一个朝向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装修情况 然后我们那个楼层情况 这数据 挺多的 挺多的 所以说啊 可能说看起来的话比较 比较多 解析起来比较多 对吧 但是的话 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的数据确实是这么多啊 所以说我们要做滑虫的话就可以干嘛呢 先给它这种 给它分好 分好之后做好的 之后的话可以直接用来做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啊 对吧我们可以打印看起来效果 对这样子的话数据是不是有了 看的话非常不舒服 那我们干嘛用一个 呃 sep sep 对吧 用一个 空格一个数据加空格给它给它隔开 这样子就看得舒服一些了 对 这样舒服一些呢 就OK了呀 OK了 我们就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接下来 还要取它的一个单价啊 单价跟总价 总价的话在我们这个里面 对吧 在这个价格里面 价格 里面的一个spam表现 spae啊 spam表现 对不对 那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这个ls.css tags 对吧 点上我们的get 是吧 然后再可以 可以干嘛呢 加上我们多少多少万 对吧 加上我们多少多少万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价格 只用一个piece 给它接收一下吧 对吧 这是售价啊 总价 那用总价吧 总价是直接翻译一下总价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一个单价 是吧 单价在哪里 看一下 单价啊 在这个里面 unitpiece 对吧 是不是unitpiece下面的一个 啊 spae表现 那我们直接 给它快速复制一下 所以给它改了 那这里的话也是用这个 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总价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单价 好 单价的话不用多少多少万的 不用多少多少万 因为它的话是有一个单价什么多少多少前一屏对不对前面都有一个单价那可以干嘛呢我们可以运个replace 把它这个单价给它去掉给它删掉对吧可以给它直接替换掉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答应 那我们看运行看效果 哎呦 debug 是不是这样子就获取所有的应用了那接下来的话哎要进行一个保存了保存的话就非常简单啊首先我们直接创立一个什么啊一个字典啊 把它全部写到我们字典里面哎这个的话就是一些重复的操作对吧同学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地方的话那你可以干嘛可以稍微快进一下可以快进一下 对吧可以快进一下 标题 对吧看到这个地方的话你们可以啊自己自行快进啊自行快进 对吧 这些都是一些重复的一个操作啊 啊地区 是不是 户型 面积 朝向 装修 啊这个的话如果说我当时我有应该写好代码可以给他直接复制过来就好了 但我这里这个案例没有给他 写代码前面没有给他写代码所以说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老师讲的其实就是 平时自己老师写代码的一个情况啊 对吧标签 虽然我们的一个总价 我们的一个胆价 是吧那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详情也啊详情也我们肯定还是要的我们详情也我们看一下他详情在哪里 突然差点忘了他的一个详情 嗯嗯嗯详情哦在这个里面就是跟我们标题是一样的对吧跟我们标题是一样的啊他是一个hrf属性 那我们这里的话直接写一下 hrf属性 attr 那个hrf 对这里的话我用一个hrf给他接收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详情 hrf然后我们的户型地区对吧 给他 再给他传进去然后几时几天户型是什么情况 面积 对吧我们的一个朝向 对然后我们的一个装修情况 我们的一个楼层情况 我们的一个建立的时间 我们房子的一个 类型 对吧 然后我们的一个关注人数 是多少发布日期 对不对 然后标签 他的一个总价 售价 这些都有了 其实这种关注人数发布日期的话 我们可以放在后面一点点 放在后面一点点 放在后面一点 这标签也是一样的 标签也可以放在后面一点 对吧 这对于前面的类型少了是看了最多的 对吧 标题是什么样的 然后地区是哪里 类型 然后才是我们总价单价 然后再看这些后面七七八八的 对吧 这样子会好看一些 是吧 那这里的话啊 取向来了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导入一个模块 csv模块 import我们的csv模块 对吧 进行一个保存 首先我们打开app open 我们的一个数据 点我们csv对吧 然后的话保存方式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encoding对吧 编码 给它确定一下我们的编码 utf-8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newnet 给它兴起 然后我们的一个csv模块 点我们的dictor writer 把我们这个f给它传进去 然后f的话 我们这个feel 对吧 然后我们用一个csv write 大概接收一下 然后的话 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干嘛 write我们的referron write 点我们的一个referron 点我们的一个referron 它这里面 嗯 我 不要投 可不可以 我不要这个 feelnet 我不要那个投了 点上我们的referron roll 对吧 我给它加上这里面的一些东西吗 为什么它没有给我个快捷方式啊 write roll 对吧 为什么它这里没有给我们一个快捷的一个写入方式 我们可以直接运行看一下 它应该会报错 对吧 这里面dictor writer没有一个retron的一个方法吗 我直接不是用到这里面接收的吗 哦 dictor writer 写错了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嗯 它说我没有一一堆立 这个东西如果我说我不写可以直接传进去吗 看一下它这个效果 不行 不行的话那还是要夹上去啊 还是要把我们这个feelnet给它夹上去 feelnet 嗯 这里面怎么写呢 叫大家要把这些东西给它复制过来 嗯 这些都要给它删掉 删掉 删掉 啊 给它删掉 快速格式换一下 对 然后的话这个retron的话可以其实把这个heller写进去啊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可以创 哦可以直接来运行看一下 标签单价总价 标签 单价总价哎我没有吗 哦 没有加这个豆豪 把豆豪删掉了 很尴尬 那我直接 前面创建的文件夹给它删掉吧 好吧 这样子直接就保存数据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内容 这样子就把我们的一个csv的一个文件给它保存出来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一共的话是30条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进行一个多页爬取 多页爬取的话直接改这个URL地址就行了 它的第一页第二页对吧 看它的一个URL的一个参数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直接看一下 第二页对吧 配就第三页的话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个配置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直接改这一个参数就好了 然后把它复制过来 说我们的一个配置 因我们的一个人 从第一页到我们的第二十页好吧 第二十页是吧 它前面二十页数据内容 然后给它 把这个给它 插进去 我用这个配置 然后缝码 继续促进一下 为了防止反爬 为了防止反爬 我们可以导入一个模块 他们模块 对啊 为了防止别爬那么快 我直接给他一个tom点我们的一个splater 啊 延迟一个一秒钟好吧 延迟一秒钟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patch 我们把这个给它删掉 对 然后我们patch直接答应 那这有一个是gene还是 嗯 哦我前面有一个东西啊 特地就很尴尬 那我这里的话就是要用一个 那我这里的话就是要用一个 no time time1吧 对啊 那我需要把这个时间给它改一下 啊把这个时间给它改一下 我需要把这个时间给它改一下 然后再运行 啊 这里的话有一些可能它的一个房子的一个信息没那么多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 给它try一下 try一下 try我们的一个 对吧 pass 这样子就好了 代码的话它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只要是有问题我们把它解决掉就好了 嗯 这里话又有问题了 对吧 对吧 这里是一个对象 它给我们是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为什么 哦因为我们打啊我们这里打印的是一个try嘛 如果说 啊因为是打印的问题啊不是我们 啊不是我们爬的问题对吧是我们打印的一个问题 我们打印他们的话直接他给我们就是那种一个对象 对 对现在打印我因为我把这个名字给改掉了 好吧 这是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获得的一个数据啊 停一下好吧 哇 这数据内容的话就基本上就能获得到了啊 没有问题也没有乱吧好吧 因为这个课 对吧 之前这个课题也是从头给大家写的 所以说会有一些报错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每 如果说从头到尾写的话 他有一些情况是我们不能把控的 所以说他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尽量就给他解决就好了 好吧 这个话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案例了 如果说有不懂的话 可以将我们视频上方的一个学习交流群 进群里面去找我们的管理员进行一个解答 好吧 那下次再见 拜拜